就是要第一次输出一颗心,第二次输出两颗心 那当然这里的话,如果用那个刚刚的4i4j 第一个你可以什么?输出几颗心就是4j的部分 那4j的话就是说呢,当它 它跟i的关系就是说,它是i加1 不,跟这样,应该是 它跟那个,跟这样 跟i的关系是刚好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如果它是1 i等于1的话,那就输出一颗心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print几颗心的意思 print信号 那因为呢,这个回圈的话就要跑几次的意思 所以呢,如果当i 特别说,为什么i加1?因为这个是range 1 那1,如果你这边直接放i的话 1到1那就不会跑了 OK,所以应该1到2就跑1 2就停下来了 OK OK,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最后一样,中间要让它换好 所以底下会有个print 跟这个写法跟那个决定文化有点类似 可是其实跟各位讲 因为在那个python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输出的话 我这边假设吧,我这边把它注解一下 如果你要输出 那个几个字元,重复字元的话 那在excel里面有一个叫repeat的函数 repeat就重复哪个字元,重复几次跟它讲 可是如果python的话,它有个特性 如果print了什么,比如说我今天要print了信号 那你要几次的话,你可以乘上几 比如说你要一颗星就乘上1 假设我乘上1的话,信号乘 不过这种叙述有点怪啊 为什么,因为哦,那个字串居然可以用乘 诶,字串不是应该要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才有办法乘吗 不过这是python的特性 其他语言不见得有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哦,这个仅限于在python可以这样用 那你如果乘以1的话执行 你会发现哦,它是一颗星 那如果乘上2的话 假设它乘上13的话 你会发现哦,执行 诶,这边就13颗星了 诶,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特性 你就不会写上面这个方法了 但上面那个方法也可以啦 只是说实在是太冗长了 你要去想说 for i,i是跑几次啦 所以for i应该是1到14 到13停下来 然后里面的J是跑几次输出几颗星的那个动作 字也做得出结果 只是说太复杂 所以我在云端上有精简版 我发现都固定的 for i in range 然后呢,我要1到13 所以1到14停下来 所以这边14 然后特别注意哦,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冒号 然后呢,做什么呢? 把printer放在什么呢? 它的下一节就按个tap 接下来的话 把这个地方哦 加一个i就可以了 那因为刚好printer也会换行 所以它第一次1 所以输出一颗星换行 输出第二颗星换行 输出第三 就OK了 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哦 简单多了 刚好 主要是因为python有这样的特性 才有办法做 但如果vba的话 就没办法 你就要想用上面的方法 OK哦 所以每一个语言有每一个语言的特性哦 不见得每个语言都有同样的方法 那你可能要去找 OK,有没有这个函数 会有没有这个特性 输出OK了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希望它颠倒的话 比如说我13颗星 希望放上面 一颗星放下面 变倒三角形的话 那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地方 就跟各位讲过嘛 有没有 越来越少 所以13 然后倒多少呢? 0 对,OK 逗点 关键哦 一定要加什么? 负1 如果你没有加负1 它不会跑 OK,特别注意哦 执行 倒三角形 那再来的话 可能就还会有一个比较困难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是希望我把它复原一下 OK 正三角形 但是我希望呢 让它可以怎么样 让它可以 在每一个输出的时候 前面多加一个什么 对不对 在每一个输出的地方 前面多加空白 有点像云端上面 这个刚刚的第一个 精简写法 我写在这个 反向 那正来的话呢 就是我希望呢 在正向前面加空白 那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呢 在规则 所以你可能要规则 这个前面加几个 总共13个嘛 所以这前面加12个空白 然后一个星号 总共13个 那这边的话呢 大概越来越少 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多少 11个 198 7 6 5 到0 所以12到0 那我接下来怎么做 所以各位想想看 这个一个变化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前面加空白 所以空白怎么做 所以这边应该要多做一点事情 在它print的信号之前 可能要串几个空白 在它的前面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利用那个 Python的自串 可以重复 重复的话 就是乘几个 几次 后面加一个整数 比如说我乘上1 就是重复一次 乘上2 就重复两次 意思类推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输出正三角形 跟反向的三角形 那思考一下 如果我希望 做出一个什么呢 前面加空白的效果 那这个地方又要怎么做 意思就是说 前面 它等于是说 你要在什么 每一个三角形 前面多加一个空白 那空白刚好 就是跟什么呢 跟这个星号之间的关系 相加等于13 有没有 12个空白加一个星号 13个 11个空白加两个星号 最后的话 0个空白加13颗星 刚刚好都是13 所以也就是说 空白 你可以用13去减掉I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 想要在这个前面 加上空白的话 那我第一个 可以在这个中间 也就是在 输出星号的前面 加上一个叙数 print print什么呢 空白 很简单 就是双颜号放个空白就可以了 那乘上几次呢 用13去减 13减掉I就可以了 因为它总total就是13 空白跟I之间的关系 total就13 所以13减掉I剩下就几个空白 那记得哦 一定要先怎么样 先把那个13减I刮弧起来 因为一样嘛 它一定会先做沉的动作 才去做减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弓 结果一定是错误的 最后记得哦 如果你让它输出的话 它会 输出空白 然后换行 因为print本身会有换行 所以还记得一件事嘛 逗点 把那个它的换行拿掉 end等于没有 没有换行这个动作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会是我们要的 这样的结果 OK 好有没有 就是几个空白 然后几颗心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颠倒过来的话 也是一样嘛 那不困难 所以其实 把它颠倒过来就13 到0嘛 然后逗点 然后负1嘛 然后其他要改嘛 其实total也是13 所以底下应该不用改 我记得好像改上面就可以了 执行一下 OK 也是OK的 剩下当然哦 这个输出三角形 甚至还可以做得很复杂 甚至可以输出一颗叶大元素都可以 之前有同学就 很多 他可能做得很快 一下就做 然后就开始画那个 三角形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再一个 正方形 OK 那就是一颗叶大元素了 甚至你还可以 还是有同学 还想说 可以画一个 那个 Doraemon 可不可能 可能啊 只是说你要去想说 那个 他要怎么去 输出那一些资源 然后放在对的地方 左要对称 这样就可以了 只是说 当然就是练功了 所以如果你想得到的 也可以做得出来 那表示你是真的学会了 OK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已经是有点难度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我们就把这个练习完之后呢 再来第三个单元部分的话 我们再来就是了解所谓的那个画回圈 那画回圈跟Fore回圈之间有什么差别 其实它两者之间可以互相互通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写的东西 全部通通可以改成画回圈 只是说有些时候 不是画回圈的专长 像刚刚那个 1加299用Fore是比较好的 可是你用画回圈 你会发现 哇 怎么这么长啊 因为它多好几行城市 好几个地方的城市出来 但是有些地方 如果你用画回圈 会是比Fore回圈更恰当 就是你不用初始值 你也不用累加 反正你就判断是不是 为初或者为false就好了 那就用画回圈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这个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那个 如何把这个Fore回圈 转换成画回圈 那Fore回圈转换成画回圈 也是一样 不只是Python这样写 其实其他语言也都是一样的 甚至VBA里面也有画回圈 常用的比如说你要读档案 比如说你要把很多Excel档案 全部合并成一个档案 有没有 那其实就用读坏了 或者是之前有同学问过问题 就是他要抓网络资料 那网络资料 他要抓网络资料 下来放到Excel里面的某一部分资料 那某部分资料 像那个超连结 可能他下来的 他要把所有超连结 通通抓到A栏 抓到B栏 但里面不知道有几个超连结 这个时候的话 也是要画回圈 才有办法完成 OK 那请各位先把刚刚那个空白 输出部分完成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画回圈 谢谢大家